神的爱的目的是我们能够跟别人讲到神的爱 能够从经文和我们的经历 但首先由经文 因为经文是最稳妥的 经历不是那么稳妥 因为我们的经历也会改变 人的感觉会改变 但圣经是不改变的 而我们可以由不同的 我们的经历证明 圣经所允许的一定成就 那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神在我们情下环绕我们 按照我们身上 那真是我们经历到神随时跟他一起 永远不会有一个时间 我们亲近神就会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我们时时 时时都去思想想想神的作为 于是我们的心就欢喜了 我们的心就感激神了 那我们的言语就能够由圣经那里带出来 讲给人听神怎样真实 我们读一读第十处经文 以赛书路十一章一到三章 我们抽取了其中一部分出来的 叫我全好信息吸谦卑的人 差遣爱兼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劳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独 报告如有的恩免和我们神报仇了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自华 满与石湾兵爱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游 代替兵爱 赞美以代替悠伤之灵 我们一起祷告主 我求你开心 让我们由经文 我们看到神 你的美好 你的属性 你的美善 你的慈爱 让我们被你生命改变更新 让我们时时能够宣讲出神的美善 多谢天父感谢 这个经文最主要是说到神的医治 神的安慰 我们很多时候一看经文就立即看到神的安慰 但我希望大家不是看到神的安慰 而是看到神的本质 即是祂能够安慰人 医治人 以及祂本身的质素 祂本身是什么质素 让大家想一想 祂能够医治人 即是祂本身的质素是什么质素 祂本身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伤害 压抑 完全是一个轻省喜乐满足的状况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人去过天堂 是完全没有任何压抑感 神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压抑和伤害 虽然人经常伤害祂 但是神是永远都不会受落人的伤害的 这个就是祂的管质 就是祂的管质永远都是这么轻省喜乐平安 所以天堂是完全是完全没有任何伤害存留 完全是充满一种享受的心态 虽然神在世界上预见很多的困难 但是祂自己是时时都享受祂自己的爱 祂自己的质素 祂是在一个享受的状态 所以天堂是充满享受 如果神是一个people-oriented的神 祂的行为就会表现出people-oriented 就是说祂是以人为本的 如果祂的神是以事工为本 我们就会在天堂经历事工 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就是那些人去过天堂 或者那些人祈祷经历神 就会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但是很多人去经历神的时候 就发觉神不只是task-oriented 就是只是看着工作 神是时时看着 祂自己本身的平安喜乐 而祂是很看重人的需要 神的那种 祂的伤害啊 人的痛苦啊 神会关心的 神很想医治人的 所以这一件事我们明白到 我们就会来到神面前 我们就说 神啊我们有伤害 但是我知道祂一定会医我 祂是不想我们受伤害 祂是想我们得医治的 想我们得释放的 那我们就由我们的 就是用经文去发掘神的属性了 神是一个常常都是怜悯人 又常常都是喜乐、兴散的人 还有神 还有祂有能力医治人 譬如我们都想帮人的 但是我们人是真的很有限度 我们帮人帮到有限度的程度 因为帮不了他 但是神是能够去到人那里 就是将他的忧伤是有层次的 这件事有层次的帮助 我们有时帮人太快 有时帮人太慢 有时帮人的时候 不会顾念到他的需要 那这个就是人那种的问题 但是神呢 我刚才说了几个神的属性 就是他本身是完全是 没有任何伤害 存留在心中 没有任何的压力 没有任何的烦恼 虽然他有做的很多 虽然很多人听话 他都是没有烦恼 他又能够医治人 他有智慧如何医治 他有能力去医治 而当神临到人身上 人是莫名其妙地得医治的 可以 其实神的医治有两种 一种就是灵的医治 另一种就是无性的医治 两个都是神做工的 灵的医治是什么呢 真的敬拜 人就松了 神的爱就临到他身上了 莫名其妙地 为什么要松了我呢 祈祷赞美神 其实大家如果要尝试 不要去想那么多烦恼 啊 感谢耶稣 就是这样放松自己 耶稣为我 感谢天父 感谢耶稣 神会照顾一切 感谢耶稣 你这个人就会松一点 神的同在 当我们这样亲近神 神已经会做工的 这是第一件事 灵的释放医治 但是呢 神也有无性的医治 因为神会透过我们的思想 去引导我们的思想 注目在神那里 不要注目在垃圾那里 不要注目在人 因为世人都犯了 罪亏着神的荣耀 因为世人都会伤害人的 人都是虚荒的 所以人是没有真正的良善 人会带有些良善 不过不会整个人都是良善 不过神呢 他是完全良善的 于是我不需要把人的伤害 人的不好 放在心上 因为人就是会伤害人 人的本性会伤害人 不过 如果人越被神改变 他就越少伤害人 不过也会偶然 不知为什么有弹点 出来会伤害人的 这种悟性的医治 是我们很需要的 很多人就以为这样 牧师说我祈祷 祈祷可以吗 我得识放 的而且会会松一点 但如果只靠一个人 为你祈祷 是不会长久的 一定是长期 人的悟性的灵性改变 于是活在神的爱中 活在神的平安兴散里 能够全心全意 能够 就是思想说 我不吃垃圾 我只吃神的恩典 我是宝贵的 我是重要的 将这些圣经的真理 放在心里 所以为何神要有圣经 不只是有圣灵 有圣经去教动我们 两样的医治都需要 这就是神的医治 就是今天所说的 我们 神的属性 大家可否记得 说出来 我只说了几个神的属性 我再次给大家 试试说出来 第一 神本身 祂不会把伤害留在心中 祂不会把压力藏在心中 祂不会把很多要做的 那些压力放在心里 祂是完全轻散 喜乐平安 神里面的美善 实在是我们没有想象的 有些人去过天堂 就会看到神的美善 尝到更多 感受到那种爱涌过来 我们第一是明白 神是不会受伤害的 虽然神会伤心 但祂不会长久伤心的 祂为了见到人 不接受祂的恩怜 祂会伤心 但祂不会长久 将伤心藏在心中 祂不会长久 就是不会长久受这些伤害 神本身祂没有伤害 祂不会受到伤害 祂很关心人 很想人得释放意志 祂有能力 祂有祂的智慧 祂的程序 如何帮人释放 祂的临在会释放人 祂的怀疑会释放人 我现在说的是说一些 但其实大家可以发挥的 你可能有一天想到一些 有一点都挺好的 你都可以发挥 所以发现神的属性 《茶经法》不是一个人做了 而是一个人发挥神的尾线 如果我们能够发挥神的尾线 就会看到更多神的尾线 有天我们去过天堂 就会回来说 其实神的尾线很多 我们只是明白些少 我们只是拿到些少 但如果越多就越好 大家有没有问题 这一集能否记得回来 我刚才所说的神的属性 在这方面就是 祂本身不会受到伤害 祂亦是关心人的 祂知道人的情况 祂很想医治人 祂有能力医治人 祂有智慧如何医治 祂有耐性如何医治 这些都是和医治有关的 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什么呢 就是 这里讲到主要有灵在我们身上 因为由于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 吸谦卑的人 就是首先有神的灵 连到我们身上 神的灵是一个礼物 以前旧约的人 他们要进入至圣所 那些祭司 大祭司 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 能够进入神的强烈同在 但我们今天可以随事随地 可以大规模地 因为圣灵充满五常节的意思就是 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被圣灵充满 旧约是有一些人被圣灵充满 但是不是那么多 但是在身上 是可以更多人被圣灵充满 而圣灵充满的能力 你真的很惊讶 在网上 如果你看到有些人 神的能力很大 但是有些人也有 错误的教导 但是 这是可惜的 有些人 他们只是着重圣灵 又不着重神的坏语 但是 的确有些人 他们真的有 神的坏语 有圣灵 一样东西都显露出来 在食物上都显露出来 我们看到神的华美 而祂乐意分享给人 乐意祝福人 只要人有个谦卑的心 亲近祂 祂就将这个华美赐给我们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进入一种华美的生命 为什么华美的生命呢 大家有时见到一些人 哇 它很高贵 很多人在世人 就很向往 哇 它很高贵 穿衣服很高贵 就是非常美好的态度 说话很好 有时这些都是人的 但是神的华美也不同 他真的会 这个人 就算他受逼迫 他也很幼和 他会有耐性 他会肯牺牲 我今早去这个教会 我感谢神 有一对夫妇 他已经 那个教会已经出了几个 宣教士 和侍奉的人 今天这两对夫妇 亦都准备去长宣 首先是转宣 去探讨一下 然后去长宣 而去的地方 是困难的地方 我们就说 神啊你真是好 将这种华美赐给人 让人的生命华美 我们就想一下 我们是否华美 我们的生命 是否充满荣耀呢 人家真的看到美丽 因为看到很烦 很多负面 因为看到是华美的 我们从这个华观 我们看到神的华美 我们也从日常生活 看到神的华美 然后我们如何得到神的华美 由喜乐又代替悲哀 人都是会烦恼的 人会不开心的 人会被一些情绪影响 但神是喜乐 首先神的属性是什么 祂是喜乐的神 很多人想到宗教 有些人很喜欢用的 institutionalized institutionalized relation 他就形容 基督教这些 好像一种有机构性的宗教 他就觉得这些宗教是不真的 他们就追求我自己的经历 这个其实他们真的误解了 他不明白到神是一个喜乐的神 不是只是一个机构 基督教不是一个机构 是一个活着的神 是一个喜乐的神 是真是那些人去到天堂 是经历到他的喜乐的 而烦恼的人会真是经历喜乐 我曾经试过一次为一个人祈祷 那个人就是以前我去教他弹琴 来传福音的人 我又教英文 教各样的东西 其中一个又教弹琴 又教唱歌 那个人来就学弹琴 他有什么事发生呢 就是他丈夫离世 他丈夫离世 他很忧伤 整间屋都放在他丈夫的东西 每天都很忧伤 我认同他是痛苦忧伤 我都跟他聊天 回应他感受他的感受 然后我就说 你想不想得到安慰 你想不想能够不洗成 在一种忧伤里面呢 他就想 我跟他祈祷 他是第一次来祈祷 他居然可以经历喜乐 这个是很神奇的 居然是一个刚刚来到教堂 就可以经历喜乐 这个就是神的特色 有些人说 为何他如此容易喜乐 我又难呢 有时就是人 有时有些执着位 但如果我们肯放手 其实很多人都可以经历喜乐 因为神就是喜乐 喜乐 喜乐不是某些人才得到 是个个人都可以得到的 是可以有烦恼 都依然可以有喜乐 所以神的属性也是他喜乐 以及赞美伊 就是人会时时赞美神 又感谢神 而相反是什么呢 就是人会数人的不好 而神也数我们的好 神会说 你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我们就不能不能赶赐 就是神是会欣赏我们的 神就当然不是好像赞美神 那种赞美我们 但他会欣赏我们 会称赞我们 他会赏我们 这就是神的属性 他会欣赏人 他会赐给人 他会赐给人 有一个欣赏的心 赐给人的生命 是很值得人欣赏的 好 那这个经文 就是说 其实里面可以发挥很多方面 神的属性 而我们发挥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感受到神的属性 那别人听的时候 就会更加感激神 那我们这件事 是可以在很日常生活 都可以说得出来的 有时候看到花枪树木很漂亮 你看神创造真的很漂亮 很奇妙 在这些地方 神很有美感 神有做 我们很多时候看到 那些蝴蝶 就在那里飞 我也很欣赏 他们两个都很欣赏 他们的关系 有些蝴蝶 有一种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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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爱情鳥 你有听过 他们很喜欢黏在一起 而且很喜欢用蝴蝶 对方的 很喜欢一起玩 即使是 就算是在动物之间 也有这种爱 那我们感谢神 我们的神 是这么好 是什么都看到 我们说这些东西 都可以说出神的爱 好 下一个经文 十一节 一会儿我们说完 到你们说了 这次能不能有人 分享一下 你不用说完 你说很难 你不用说完 说多些已经好了 而且 总之 就算说一点 你能说出来 而追求更加有感情 令到人觉得很真实 就会觉得非常好 好了 这个经文 萨迦利诗书二章八节 一起读 摸你们的就是 摸他眼睛的同仁 这是神所说的 他说 你摸这些人 这些是我的儿女 你摸他们 你搞他们 你就是搞我的同仁 就是眼睛的同仁 我们有没有人敢摸 狮子老虎眼睛的同仁 没有人敢 因为摸他 冒犯他 他马上会发恶 如果我们对神 伤害一个人的话 就做在 就是做在 伤害神 那这个神的属性是什么呢 神的属性是什么呢 极度极度 将基督徒所受的伤害 是看得很认真 但不是神会受伤害 但是神是会看重每一个人 你被人欺负 那个人为什么会欺负你 为什么他会这样伤害你 就是神会贴得很过人性 你欺负他就是欺负我 这就是神的属性 就是他将我们的痛苦 他完全背上衣 就是他承担 欲骂你人的欲骂都落在基督的身上 但是他不是受伤害 神不会受伤害痛苦 但是他会说 你伤害他就是伤害我 这就是一种很高度的 高度的什么呢 就是关心一个人 承担他的痛苦 就是我们的痛苦 就是我们的痛苦 就是我们都归在他身上的 大家去想一想 有没有被同事欺负 有没有被家人欺负 有没有被基督徒欺负 有没有被基督徒欺负 我们很多时候就说 哎呀 真是坏了 他人欺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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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着重这种辛苦 但如果我们说 他欺负我 他更惨 因为他欺负神 他敢摸神的眼 神要追讨的时候 他很惨 那时候我们就会怜悯 怜悯他 为祈祷祝福他 求主怜悯 不要把灾祸放在他身上 其实任何一个人伤害我们 神将灾祸放在他身上 今世和来生都顶不住 你身体上有哪样东西 你可以说 神说 你拿走这东西 不要紧的 你拿走 我不能死 不死 你的頭髮光光不死 但你會覺得很介意 如果明天起床頭髮全都掉了 我想你也會很介意 如果明天起床頭髮全都掉了 我想你也會很介意 你的眉毛沒有了 眉毛沒有了好又酸 就算任何一件事 真的傷到我們 我們都會覺得很慘 如果神要追到一個人的時候 他是很慘 所以我們就知道 原來神真的拿了我們任何的傷害 都落在他身上 所以我神不介意 只要我愛神 我一定在神那邊 天起床頭髮走在對面那邊 我在神那邊是愛神 我是親近神 我做得不夠馬上求主赦免 在神那邊我做錯馬上求主赦免 我做得不好馬上求主幫助 幫我做得更好 總之我是想遵從神 神一定起願 神一定祝福 這樣的時候 人一定是神起願 很容易 有些人會說很難很難 很難就是很難 的確達到這個標準是很難 我們永遠達不到 總之我們向著標準去 神就歡喜了 這一點很重要 不是看我未做到的 我做到任何神都歡喜 我們每天都說 我是在向神那邊 我是站在神那邊 神是起願我的 有任何人欺負我 其實是他慘過我的 我們就有信心 神會補給我 只要我聽話 我越聽話 我越肯服侍主 把生命給耶穌 神就緊張你 因為你是會在天國吃 就是他偉大的事 神就會很緊張 他就會一定確定 這個人是不會受人的傷害 不會拿走他的東西 他可能會被人罵 被人傷害 但是神會保護他 以至他可以站在穩 所以這個經文很有幫助 就是拿到神那種 他會擔負我們的重疊 他會承擔我們的憂患 他會把我們的痛苦 放在他身上 就像他的痛苦一樣 他會覺得他的指紋 你真的不能碰到 你碰到你是沒有問題的 我講一講一講 反面例子 我真的見過 一些基督徒 講日的閒話是不用換的 隨口說 隨口說是沒有根據的 或者一點點的東西 就誇大到離譜 為什麼沒有這麼想 如果神追悼我是怎樣的 我希望這個信息 鼓勵大家 如果神追悼我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如果有什麼軟弱 就立即求著赦面 而且一講到人的時候 我們留意自己是否欣賞他 而且如果他在門後 他聽到我說 他不會覺得我講得忠疼 是想祝福他的人 這一點很重要 有時候我們需要講別人 什麼時候講呢 譬如同工討論 如何幫助一個人 有時候有個基督徒 他也想找方法 如何幫助一個人 大家談的時候 就說 這個人這樣對我 當然如果他認識他 最好就沒有講出他的名字 即是說 有人這樣傷害我 我怎樣處理 你一個人就會說 這樣嗎 我們怎樣祈禱 怎樣放手 怎樣祝福他 不要介意 這個就是正面 但如果一個人說 這麼壞 這些人真是抵落地獄 這些人 你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這樣的時候 他不知道他在做的事 就是違反神 所以我們自己 真的要小心 我們的言語行為 因為什麼事情 真的在神面前 他什麼都看見 是沒有酒雞 沒有酒雞的 那你說死了 我做了很多 那如何開始改變 其實我一個最難處理 其中一件事 一個口 很難去欣賞人 雖然當然是說 他有不好 當然是有不好 不過是否我的負責任 去數他 是否我的負責任 去論斷他 去定他的罪 是神做的 身冤在我 報應神報應 不是我去報應 我將這輩子的事 交給神 所以這都是人的 反面例子之一 應用這個經文 好 哥林登 前書二章九節 一起讀 最後的經文 神為愛他的人 所愈備的事 眼睛未曾看見 以堂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這個經文實在非常好 其實這個經文我已經解過了 裡面有什麼神的屬性呢 神知道誰愛他 神不是看外面 祂是看內面 祂知道你真心愛祂 有些人說 我是很愛祂的 不過我什麼都不做 神知道你的愛是沒有行動的 你是愛祂 但是你做不夠好 但是你開始做 神就欣賞了 神是很好的 祂會很欣賞 就算是一杯涼水 這個經文你經常聽我 原來神這麼欣賞 小小的行動 是真的出於愛祂的 神是欣賞的 所以一個人真心 其實我們一天 可以祝福幾多人 真的很多很多 即是我們說話 我們就會說 我怎麼去祝福 例如今早我去以前的教會 去港道 我一去到 我未去 我已經給我意念 我不是只去港道 我如何祝福這人教會 我們說完之後 我就跟他們說 我也想跟你聊天 一起吃飯 不如他們說 他們就叫外賣回來 然後坐下來 就聽他們說一下 他們的情況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我們一直溝通 即是當我接觸他們的時候 我不是只想到 你請我做港元 我就來 我是想到 我如何祝福 這就是一個 時時都想祝福人的心態 這就是神喜悅 那你說 我皮膚皮膚 很吸收 那就不要緊 總之你的心 我想幫人 有些什麼 比如在教育中 你見到有個人 很孤單 沒有人理他 很痛苦 你跟他聊天 你不要第一句 你很痛苦 他就會很不舒服 你只是關心他 你好嗎 我都為你祈禱 你先為他祈禱 我都可以為你祈禱 有什麼可以為你祈禱 這些是好的 conversation starter 就是跟他聊天 你有什麼可以開場法 有什麼可以為你祈禱 有什麼可以對你有幫助 然後他說出來 我們便會回應 那就可以對他有幫助 而每一次你做 你就說 鼓勵自己 我有幫助人 但是你不要驕傲 你不要說 我現在很厲害 而說 感謝神 我有機會幫人 真好 神會紀念的 感謝神 但是不要驕傲 就是說 我做到神很歡喜 感謝耶穌 神會記得 我是愛祂的 總之我們做的 全部都是出於一個真誠的心 不要有任何的歪念 有一個驕傲的心 一有驕傲 我告訴大家 其實人人都有驕傲 我自己也一定有驕傲 為人祈禱 沒有經歷性靈 心總會有些開心 我問問自己 這個開心是什麼 感謝神 神真的好 這次很厲害 感謝神真的好厲害 然後 我立即求主赦臉 我告訴神 神我們的心 是很容易有惡念的 很難是單純的感謝神 很容易驕傲 很容易到不得了 一會有自卑 一會有驕傲 一會有傷害人 一會有說不好的說話 不看信人 這些全都是罪 我們就留意 我有沒有這樣的地方 有求主赦臉 那你不需要經常 批評自己 死了死了 我很難做得到 不行的 當然是神 我也是不行的 這個就批評自己 一有悔改 就放手了 感謝神 我開始嘗試對祂好 未夠好也不要緊 我最初開始對祂好 我是感謝神 神正在祝福我 開始對祂好 這樣神就會怎樣 祂就說你是愛我的 我就會為你預備 你眼睛也沒有看過 耳朵也沒有聽過 人心未曾想到 你想想你的生命是這樣的 其實神真的非常好 這裡看到什麼屬性呢 神會留意 觀察 欣賞 放在記憶之中 永遠不會忘記 永遠賞賜 這件事很重要 如果有人請你吃飯 多謝 多謝 下次請你 就是這樣 但是神不是這樣 你幫過一個有需要的人 神是永遠賞賜你 一直到永恆 你作供的果效 除了他們 啟事也說到 他們認識了他們的奴婦 作供的果效 除了他們 就是你所有的國中 你作供的果效 有見過那些新娘 尤其是英國王室的新娘 神的榮言一直拳入 是不是很好 神會否鼓勵大家多愛神 不要吃那麼多垃圾 不要做一些不好的行為 我怎樣去愛人 愛神 神就歡喜 神就欣賞我了 神的紀念 我們的好 神不會忘記 神會永遠賞賜 祂不會停止賞賜 一樣的好行為 都會不斷賞賜 所以我們永遠得福 而祂是有創意的 祂會為你預備 你想都想不到 我想都想不到 神給我這麼好的太太 感謝神 哈利路亞 我想都想不到 我自己一直都不用戴眼鏡 感謝神 哈利路亞 我想都想不到 神會一直給我這麼多的教導 感謝神 哈利路亞 我想都想不到 神會給我這個心 經常都想祝福人 以前我做牧師的時候 做什麼呢 做廣道 查經 探訪 有些什麼 幫我教會多些人 我就不知道做什麼 好像不是有清晰的方向 但現在我看到 真的有太多事情需要做 而可以做 最重要 而你們都可以做 當你受訓練 出去宣傳告訴別人 告訴別人 耶穌多好 由這個經文 你看到耶穌多好 祂紀念你所做的事 當祂做好事 祂做好事 祂做的這些神紀念 祂会很驚訝 當一些當一人 克 moves你 你知不知道神會紀念你所做的事 祂會一直霸賊你 祂為你預備 透過眼睛還未能瞭 работы аете他們現在出來 真的 沒錯 你看到他 你將來都可以成為訓練的人 可不可以 怎样未曾想过呢 就是你没有想过你会训练人 训练不是一定要大规模的 一对一都可以 你帮一个人成长 神就起愿 你教一个人遵守 耶稣说到 你将神的话语教人去遵守 遵守你在天国就是大的 那你就学到这些教导 你就去教导 这样的时候神就起愿了 那我们今天就已经讲完这些经文 我可以很简略地讲 可不可以一会儿 有没有人可以出来 就是说你选择了一个经文 我最喜欢讲这个经文 你就讲那个 你不用讲了那么多属性 你讲了一点就行了 我由头讲一次很简略地讲 第一就是神的慈爱遍地 没有有余佑的慈爱 这个讲就容易了 因为你喜欢吃什么 因为神的创造有智慧 有智慧有恩典 为什么有恩典呢 吃东西吃完身体会健康的 吃的时候会舒服的 吃的时候会开心的 有香味的 闻来有香味有质感的 这个都是神创造的美丽 实在很多方面 神创造的自然界都可以看到 神有智慧 神有喜欢祝福人 例如我自己没有心意做东西 我做东西很简单 但有时候我见人做东西 真的很有心意 切碎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多东西 混合下去呢 他就是多一样就好一点 好甜味 又多一样又好甜味 但我神没心意 我会做这些东西 每个人恩赐不同 但神就是这样 他每一种食物 他真的做了很多好的质素 全部都对我们健康最好的东西 放在食物里 是不是很好 你可以这样形容 好了 圣灵是随时感动我们之罪 就是说 神好性别光明 而神不会因为你犯罪 祂就踩死你 祂就攻击你 反而祂会感动我们 叫我们为罪为义 为审划 自己责变自己 而神爱我们 不是等我们乖的时候 是未乖的时候 神已经感动我们去悔改 对了 祂感动我们走到祂的路上 而祂有这个能力 感动人会知罪 感动人会信靠主 感动人会改变 这就是神的质素 人之内说要寻找选择失送的 就是神有智慧 根据每一个人 如何救你是最好的 有些人是感性的 他用感性的方式 有些人是理性的 神用理性 那个人跟我传闻 那个人会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有什么证明有神 有些人不会说 他很简单 他说牛敦的故事 牛敦弄了一个仪器 他说牛敦是这个世界有神设计的 他就弄了一个仪器 有太阳和九大行星 他有个朋友经常说自己变出来 有一天他弄了太阳和九大行星的模型 他朋友来说是谁要弄的 牛敦就说没有人弄的 我今早起床他自己变出来的 他朋友说是没有可能的 牛敦就说为什么你说这件事一定有人弄的 整个宇宙就自己变出来的呢 我听完我真的在想 我开始好奇 我就很想知道 因为我是需要这一种的 如果他只是跟我说 耶稣耶稣很安慰很平安很开心的 那些我不是那么 虽然我喜欢 但我在那时候我不会被吸引 我觉得那些是吸引一些 不要介意我说 富裕之辈 那些很忧伤的人 哎呀我安慰的 他很喜欢 但是对我来说这个不是吸引我的地方 我是要知道这个神是真 我才会相信 那这个就是神用智慧了 每一个人 所以大家都可以说一下自己的见证 待会你出来说 或者看看 如果 有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就是出来说 有人出来说就最好 如果不是 就分开 譬如三组 每一组都有个人站起来说 接着其他人听 就是 站起来可能令到你有一些 好像投入一点 这样说 放一点 这样说 接着就是他事爱我为我舍己 这里看到什么呢 神是留意个人的 他不只是留意群体的 他是逐个逐个知道 每一个人的背景 他会知道 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一直想着每一个人 他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想着我爱你 所以我为你死 这就是神那种属性 他不只是救他 以后他也会一直爱他到底 以后他也会爱他到底 有妇人 英雷忘记他的 英雷就说到神那种 不会忘记 我们可以由具体的 人的妈妈 和动物的妈妈 都真的不会忘记 他很自然不会忘记 是不需要教的 你不需要教的 你不要忘记你的孩子 他不会的 你不需要教他 他自己会这样做法 就算那些鸡 他从来都没有生过鸡蛋 其实我有空想想一些 他的肚子很胀 他就知道今次 这个不是大便 这些是胀 但这些人就不要四围 他们这样的 他们大小而便 是不分地方的 他说你养过鸡就知道了 走到哪里 一声就放下了 这些鸡蛋又不是的 他说是蹲下的 蹲下就生了鸡蛋 他会捕的 这个不是大便便 这个是鸡蛋 就是他这种 为什么没有鸡会这样的呢 这个就是神那种无碍 放在人和动物的身上 我就看到神那种 永远不会忘记 所以我们有什么困难都好 神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用生动和活泼 还有有时有默感的方法 形容神的属性 好了 西方的书 他在你中间 你欢迎起落物而爱 你请你起落而欢呼 就是神有感情 很多人认为神就反这方面 好像法官那样 好像校长 有些校长是很仁致的 不过多数校长给人的观念就是 那个感觉就是 校长是严肃一点的 你看到校长看 苏林 校长 就是这样的感觉 但是神就不是的 神是 好像小朋友那样 这一件事 很多人都觉得 好像有人这样形容神的 我会说 神好像小朋友那样好反应 但是他好像比任何成熟的人更加成熟 还有有自慰 还有有耐性 有内涵 有极深度的内涵 但是好像小朋友那样开心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但是神就是这么美好 所以任何人一爱他 天上就会为他欢喜 你一爱神 神就会纪念 你一爱他 他就 勿而爱我们 请我们喜乐而欢呼 为什么他是这样呢 真的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神就是这样的 所以神是最好的 其实我有时这样想 我有时就想一想 神是自有永有的 就是他自己有存在 他不是有的时候开始 他是从来没有开始 永远都在 但是如果神 刚刚是一个恶神 我们也很惨 如果他是恶神 我喜欢租责你的 不过你跟我 我就让你上天堂 否则我会让你下火 烧到你得了 比如如果神是一个租责人的神 给天堂也可能有些东西 要烧到你 我们都按法 也要跟他 如果不跟他 那些惩罚更加大 但是我们感谢神 神那种爱 是完美到 在世上都没有的 祂那种喜乐是在世上都没有的 我为什么神是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 所以冰心问他妈妈 为什么你爱我呢 他妈妈就回答 没有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我听完 我又很深刻印象 我感谢神 有些这些说话 我很深刻印象 神就跟他说 没有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子女 我就是爱 为什么我就是爱 我又是喜乐的 所以他会喜乐而欢呼 所以当你有爱神 神就会欢呼 好 接着就是这个女人 耶稣跟他说 女儿放心 你的信救你 你就会看到耶稣和我们有亲情 他会叫我们儿子 做女儿 又关心我们的感觉 不放心 不要担心 他还有信 譬如你说 我信不可以入大学 有没有可以入大学 我信不可以入大学 我信不可以入大学 不必可以入大学 很多这个世上 不是说信 是在神里面 当然信不代表你什么都不做 但是你信 神会给你力量 我相信神爱我 我知道神爱我 这样你就会得力了 耶稣说 大生可以落开小生去千二代我 自然我必不离开你 就是人 多伤爱的夫妻 可以反面 反到很严重 多恋爱得多深的人 一有事发生的时候 可以完全反面 所以广东话有句 反转猪肚就是屎 就是屎 原来猪肚里面的肠子 反转 哇 很骯髒得不得了 外面又滑 但内面又很酸 但神的爱是永不离开我们 祂不会改变 祂是 这个世界什么都会改变 这个时势会改变 现在的年轻人和以前已经完全不同了 但神的爱是永不改变 是永远贴着我们 手机的信息 去到哪里 有些地方会没有信息 但神的爱是在贴着我们 所以什么时间 你一直说 神啊我爱你 神啊我需要你 我有什么困难 你帮我吧 神都一定帮助我们 然后我们已经说过 大家可不可以分组 去试一下 几个人分组 去试一下 站在身上说 站在身上 可能认真一点 因为坐下就好像聊天 你认真一点去表达 感谢神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教导 我们一起祈祷 和祈祷求主给我们一个奉献的心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的属性实在美好 你的前爱是永远长存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